全公司的第五名 减农地产成功团队 我们看看我们这周卖掉的房源的情况 虽然说现在这个星期很多人开始直闭观望 但是我们团队仍然还是卖得很热闹的 这个大屏幕上怎么看不到 价格 好的 我还是这样翻吧 85号Palama Road 文宁城是1400的地 昨天卖的价格也算是有点吃惊的地 270万房东就是真的是甩盘了 然后2-264Balmara Road 我们是11月12号买的745万9这个unit 另外这个12号Sunburst Nain这个拖贝这个盘 我们是客人是158万 也是11月12号的盘卖抢下来的 158万抢下来的 那另外7号Desmond Place Otara 116万 是11月3号买下来的 买家特别开心 因为现在就是Otara 基本上也都在120万以上的 这个全伏地的成交记录了 所以116万买家的预算也真的是在正好在一个边缘上面 另外4号Horland Avenue Pond England 我们是11月10号的拍卖卖了240万 这个也算是让屋主非常的 应该在这条街也创了一个新的记录 240万 所以屋主是很开心 另外1-89Y1 Polar Road 文宁城 我们这个大宅子卖了一个特别好 极力的数字 208万8千 这个目前的卖家是三代同堂坐在这个大宅子里 新的买家也是三代同堂住进去 非常的高兴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房源的播报情况 先这个90号Kings Road的拍卖82460 12月8号拍卖 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很清晰 是一个拐角地 就在那个Dunker和那个Kings Road的这个拐角 这块地非常的平 然后呢 这个地的历史也是非常的辉煌 从1953年建造开始 就是一家人拥有 就是这家KVFamily 就一直持有它 然后在这里养育了应该是三代人 第二代都已经是老人家了 四个孩子 现在一起过来委托我来帮他们销售这个家庭的住宅 我就觉得这四个孩子都特别的就是关系很好 有一个在南岛 这三个 他的三姊妹 其实都是已经都说就是 真的也是老人家了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尊重 能够帮他们卖这个青山脚这么一个好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啊 这个离Civro Park 离我们的Pamil Basin 离那个海边都非常的近 有10号Kings Road 12月8号拍卖 大家就是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好盘 大家关注 另外我们27号Nine Road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块地 它的地呢是长条形 然后是微微的往上走啊 风水很好 12月1号拍卖 房源编号是822006 大家可以看到它正好是一个长条形 很适合做排房 它是Mixed Housing Urban 占地有807平米 也是混合住宅区 所以它的那个分割密度也是比较高 然后可以做三层楼 而它这条街我是27号Nine Road 离West Market Road的很近 已经很靠近格兰德尾了 旁边的新房之前都在100万高 然后现在旁边连排的新房都已经卖到了180万左右 所以这块地其实是很有潜力的 好的 时间的原因我得加快速度了 那个下面一个新房是新房源是233号 Monhighway Aliceley Bar 2068 这个是 12月1号 拍卖急售 这个也是房东就是 有紧急的意外情况 所以在12月份一定要卖掉 然后这个 你看房子里面是四房 然后非常 状况非常的新 好的 谢谢 谢谢 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好拍 那行 反正没有说好 说完了房源 大家在我们的网站上进行关注